這是南投文化學的朱坤培老師的一個創作的展覽 它在裡面的話有展出非常多的經典的作品 像這個呢就是引出黑的茶碗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非常的有黑 這個有黑呢並不是就是說用什麼色料去用 是自然的那種碳的一個元素裡面去產生的一個情況 那它必須溫度控制得非常的好 譬如說在一定的溫度裡面把這個茶碗從這個窯裡面把它拉出來 然後自然降溫的一個結果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是新熱燒的部分 那這個作品的話它就是會放在窯的比較前面 然後讓落回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產生一個重落回的一個效果 這個也是引出黑的茶碗 這個是自然的 那這個Q度呢非常的高 那最主要是說它的降溫的時間要非常的長 譬如說柴燒的時間呢可能要五六天以上 那之後再經過一個降溫的程序 才可以變成Q度這麼Q的一個茶碗的一個表現 那最主要是它的胚也塑得非常的好 因為朱老師呢以前早期也是屬於雕塑系列的 所以它的碗的形狀非常的好 那再加上右的一個幫襯的話呢 整個作品呢就呈現非常有質感的一個作品的一個表象這樣子 這個是屬於鬼字眼茶碗系列的藍色的一個部分 非常的漂亮 那底下的這個是 它的顏色也非常的美 這是從這個土胎裡面呢直接燒出來的一個顏色 這個是紅丹野茶碗 這個是屬於鬼字眼茶碗的一個部分 那旁邊這個就是紅丹野茶碗 這個是鬼字眼茶碗 就是它其實在土胎上面呢 先畫了一層鐵的在這個土胎上面 那燒的時候呢再從裡面去引出來的一個顏色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自然形成的一個茶碗的一個顏色 這些蠻特別的是一個字眼茶碗 可是它是白色的 呈現白色的一個基礼 這件是屬於蜜蜜黃字眼茶碗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件是屬於蜜蜂蜜也茶碗的一個部分 這件是屬於蜜蜜黃字眼茶碗的一個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呢非常潤澤 而且它好像是蜜蜜的一個感覺 這樣 然後最主要是說 它整個 呃 晚生的部分透著一種很甜蜜的一個感覺 這樣 這是之前的那種銀出黑的茶碗 因為現在的銀出黑它有做所有的一個處理 那這個早期的 就是在這個再更早之前的話 它的銀出黑的部分是屬於比較光面的一個部分 這件也是很漂亮 這件呢是藍軌字眼茶碗 它這個優調裡面有加固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顏色就比較偏向藍的一個質感這樣 這件呢叫做藍軌字眼茶碗 這件呢叫做藍軌字眼茶碗 它是屬於藍色系的 那燈光的照射下面呢會呃 呈現一種藍的一個紋路 其實現場看的話 它的顏色比較沒有那麼的亮 可是透過鏡頭 它的鏡頭比較銳利一點點 所以可以看到它這個藍的部分呢 就非常的美 可以把它拉高一點 看到它玩裡面的一個感覺 這個就是比較近期的影出黑茶碗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右面是比較左右的一個感覺這樣 就是跟剛剛那個光滑面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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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